大师兄啊 我想问问你啊 这里是方龙号 那里是方龙号 那边是方龙号 那边也是方龙号 怎么全都是方龙号呢 那当然了 简直是城主首富的 诶 你不记得了 那天来收菜市场的方德 什么 原来方德是广州城首富 钱多的几辈子都花不完 但对待感情还是专一的 只有两个一太太 因为大太太已经稀有 剩下一个小姑还特别照顾 尚有个太奶奶 可谓是人生赢家 但也有烦恼是解决不了 那就是答应苗师傅 要保住菜市场那块地 要是菜市场的事解决不了 怎么办呢 这天翠花替乡亲们采购谷种 发现城中的店铺全是方德的 你是说这里所有的商店 都是那个混蛋的 得知店铺是方德的 翠花本想把谷种退回 然而大师兄却告诉他 城中所有人都是向方德拿货的 都一个样 翠花不甘心让方德多赚钱 无奈拉着谷种回去 没想到那么巧刚好碰到了方德 气得就要找方德算账 混蛋 混钱 又是你这个恶女人呢 不是冤家不剧头 两人一剑就吵 但好难不与女斗 方德不想搭理翠花 没想到翠花拿出碎银票为证据 非要方德赔钱 你也会说是我马踩了你的银票 那你叫我的马去赔咯 关我什么事 翠花见方德一副 事不关其耍无赖的样子 决定奉陪到底 直接冲到方德的店铺 准备拿走一些东西抵战 师妹 你不能这么做的 你这么做很吃亏的 不哪敢吃亏呀 索性大师兄还有点见识 翠花还不明白 自己这样势在明强 是要坐牢的 吓得直接作罢 但看方德又是一副得意的样子 拿起东西就向方德扔去 连天女丧花都使出来了 奈何方德伙计够多 丝毫未损 更是得意 翠花只能暂时作罢 撂下狠话 你不要取走菜市场啊 否则你以后一出去呢 就得带着一大帮人 似乎翠花的话给了方德灵感 让翠花再说一次 翠花还以为方德不怕自己 中气十足地朝方德大喊 我叫你啊 不要取走菜市场啊 终于方德想到了 保住菜市场的办法 随即带着人去强拆菜市场 翠花不服气 但还是无法阻止 只能拿又脏又腥的雨水 泼向方德撒撒气 没想到方德休养甚好 虽然生气 但并不跟翠花一般见识 但正是要紧 随着一声怒吼 拆 只见一个好好的菜市场 就这么被拆了 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原来一切都是方德的计谋 表示自己输的菜市场 已经拆掉了 并从省城拿出另外一块地 让曹都之子凹打作罢 明摆着是强词夺理 曹邦帮主李巴山不服 然而方德才雄士大 已经做好打官司 打到京师的准备 你不要胡我 我百名胡你 碍于方德的财大气粗 敖打只能让李巴山暂时作罢 就这样方德保住了菜市场 并承诺会盖个新的给大家 顿时乡亲们欢呼雀愿 然而翠花对方德 并没有因此而改观 盖个新市场又怎么样啊 你知道人家一定喜欢吗 哦 他不会人家就自作主张 难道有钱有势就了不起了 苗妇怕翠花留下会闯破 决定让翠花及早会相 可翠花还想留在老爹身边 但怎么说也没有 于是翠花决定在走之前 送老爹一双亲手做的鞋子 苗妇很喜欢 还有一只呢 没想到翠花只绣了一只鞋 目的就是借口留下来绣好再走 做鞋 是啊 什么时候可以做好啊 慢工出细活要 两个月 怎么说翠花也是一片孝心 在讨价还价 软磨硬泡之下 苗妇心软让翠花留下 把鞋子做好再走 然而不出意外 意外就要发生了 曹都之子敖达为了菜市场的事 决定报复报复 以茶走四百言为由 封锁了出口 不让乡亲们孕鱼过去 可鱼要新鲜才好卖 死了就血本无归了 翠花再次为乡亲们出头 本少爷不是不给你机会 如果你一个人能够把这桶鱼搬过去的话 不就放你们过桥 怎么办得起来呢 这怎么可能啊 好啊